因为妈妈突然往生了 八天就走了 有一些会员需要继续服务 我觉得我需要来接妈妈这个棒子 那在慈禧里面 我们是做曾善美的工作 我们完成了 不管是一支影带一篇文章 都是能够去打动人心 真的就可以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人 那也让我们的会面能够成长 在人物的采访里面 我只要看到一个很真诚的 哪怕一个小动作 或是一个眼神 都会让我感动半天 那这也是吸引我一直想要继续做的 记录慈禧历史是多么出胜 多么好难的机会 我在编修文稿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都是在读故事 比如说他克服很多的困难 才能够继续做此计 那这一点让我也有一些学习 那这些就是一点一滴 就会入到我的心里 那再往后我再碰到挫折困难的时候 我会觉得这些挫折根本不算什么 因为我们又要工作 又有家业 又要做置业 有时候时间上会有一些冲突 就会以那些男型男型的例子 来鼓励自己 因为我有时候在想 我妈妈60岁往生 我今年54岁 那往后假设 跟我妈妈一样的时间 那我只有六年 所以我家业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